眼睛 沒了一粒苦瓜的我 有點奇怪 你可不可以去媽媽做事 請你離開 我連開場也說不到了 怎麼辦 3 2 1 SWADDKA HELLO HELL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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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見 給大家看一下 這裡有一隻貓 在我拍片 終於上水拍片了 上水第一件事想跟大家update一下我的最新狀況 我終於KUNA啦 我在去年2022年的年尾 正式踏入了我的KUNA人生 說真的 我真的沒想過自己會加入KUNA行列 KUNA也叫做我人生一件大事 我也有在IG問過大家 想不需要我分享 或者有什麼想知 我就順便把我初期KUNA的VLOG 和大家的問題結合出一條片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開始 單刀直入 為什麼KUNA 其實這個真的是一個long story 首先本人李小姐是超級怕看牙醫 我人生第一次去關於牙科的東西 是幼稚園教拆牙那一堂 然後整個小學和中學都沒有去過牙科保健 沒有洗過牙 聽到這裡是不是應該保健 然後去到我成年之後 第一次看牙醫 因為毛牙崩了 就去補牙 但是那一次是非常非常bad trip 然後打後沒什麼事 我都沒有再去看牙醫 直到他幫我補牙的位置 開始鬆了 開始脫了 開始疼中了 我珠牙的位置越住越深 那臨宮臨亡之後 我就找了第二間牙科診所 就是我現在KUNA的這一間 打開了我新世界 是一個good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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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p 那自從這一次是good trip之後 我就決定 我手頭都有一些鬆動的錢 那我就不如一次過去整理我排牙 大家如果是很小的時候 開始看我的影片都知道 我排牙真的天生比較黃的 而且因為我的牙部補過特別悶 這些位置 會有一些不平整的地方 吃咖喱一些深色素的東西 更加容易吃了 吃在那些位置上 因為我給醫生做的同事 我也有跟醫生說 我想做一些牙齒的貼片 但是醫生說我最好 鋪齊了牙才去做 如果不是的話 可能會更加多問題 可能會更加容易做牙 如果他不會遲住 我要去補住 其實很煩我整個牙都是假的 所以總結 我就是為了我牙齒的健康 還有我想鋪完牙之後 可以做貼片 所以我就選擇了鋪牙 好 講了這麼多背景資料 馬上帶大家回去 我跟醫生第一次 談關於這個鋪牙療程的片段 我第一次去跟醫生 談關於我鋪牙的療程是2022年10月20日 當時我有在傳統牙鋪 和飲食味道斟酌了一陣 其實我自己意願是想鋪 傳統有鋼閃 有粒粒的那一隻 其實我覺得那些是挺漂亮的 但是 我是一個很高上鏡需求的人 有時候可能會有一些廣告 拍YouTube 或者我拍照 出show做事 所以鋪傳統那一隻 就會真的變得有點不方便 還有我的口腔是一個很容易弄傷 弄傷完之後一定會生肺脂的人 最終我也是選了 酷飲食味 一來它是透明的 上鏡其實基本上是不太看到 二來它會令到我的口腔舒服一點 我上酷之後完全沒有生肺脂 不過它要酷的時間 就一定比傳統的長一點 而且它真的很靠你要勤力一點 去換 去戴 去清潔 那天我去到 就會先幫我做一個全面的掃描 那這個掃描呢 第一是課整這個 before and after 它可以即時給你看到一個 遇上圖 酷牙的前後有什麼分別 那第二呢 就是課整你的牙套 那過程呢 就是有一粒很大粒的東西 它就會塞進你的口腔 逐粒逐粒牙掃 在你的口腔 繞完外面又繞入面 繞完每一個角落 之後它就會出回到螢幕上 過程對我來說有一點辛苦 因爲我的口腔呢 不大的 真的不大的 那那些東西呢 要掃描我後面這些大牙 裡面那些最入的牙呢 是很難掃描的 因爲我旁邊沒有空間讓它塞 然後沒有空間讓它轉 所以就用多了一點時間 但是你說痛不痛呢 其實不痛 純粹有個口腔有點辛苦而已 還有拍一些正面 側面 微笑 露齒笑 不笑的照片 送進APP裡去模擬 那醫生就會瘋狂跟我講解 講解我哪些牙會需要動大一點 我上下牌牙有什麼問題 還有它將會要怎麼做 醫生說我上牌牙其實問題不大 主要問題是下牌牙 我想大家都見到的 我下牌牙左右兩邊是粒著的 有一點點像V型 那我上牌牙其實也是有一點點V型 還有我上牌牙都是多了一粒小牙 那一天我也有問醫生我預計要瘋多久 他說大約兩年左右應該都瘋得完 不過都是要跟回實際的情況 那一天在我的牙齒上是沒有做過任何事情 除了掃除之外 還有在那一天開始 他就會把我這份報告傳到美國那邊 就會幫我個人去做一個專屬我的牙肚療程 等了一個多月之後 我就收到Message 那我就回去診所那邊 那我就在2022年的12月15日回去了 那一天坐下也是正常的檢測 那之後醫生就開始幫我 在牙齒上上一些attachment attachment是什麼呢 就是我現在牙上 大家都看到的 有些凸出來的凸 那這些attachment 其實主要都是上在我一些 特別需要動大一點的牙齒上 還有醫生就有開始幫我開一些牙齒 那都是放牙齒可以有動的空間 那想attachment呢 其實感覺就好像gel甲一樣 那些attachment的質地呢 其實就是你補牙的質地 那它都是拿些膠貼著 然後照燈 每一隻都是這樣做 上完之後呢 嘴是有一點點怪怪的 因為你會感覺到有些東西凸起了 不過其實很快就適應的了 那接著磨牙齒呢 因為我是很接受不到的 很酸軟很鼻的那種感覺 它有一點的 那那天我就開了一點牙齒 不是很多也都不是很大的 那條牙齒真的很小的 基本上不會看到 那我做完attachment和磨牙齒之後 就終於戴上我人生第一個透明牙褲 那醫生姑娘就會先教我戴先 幫我戴先 上排下排 吸完之後 他就教我脫下來 之後呢 就到我自己試了 那上排牙 戴和除都OK容易 那因為下排牙真的比較不齊 那戴和除都要有些技巧 最後試一兩次都很順利地戴和除 那一天呢 牙醫好像都給了兩褲褲 我忘記是不是兩褲了 兩三褲左右 我忘記那時候是多少天換一褲了 好像兩個星期 十多天 直到向我下次服神 那接著後續我第一次去複診 就是我2023年的2月1號 那這次的複診呢 我就去了他們的媳婦 在太子那邊 那這次去呢 那醫生也是檢查一下我的狀況 還有問我是不是戴齊褲 但是最後發現我好像換少了一副褲 不過不要緊 我的牙齒都算聽話的 可以繼續下去 不用回頭 這次磨的牙齒呢 就戴好多了 還有痛很多 因為是一些比較後面 和不齊的這些位置 每次吃完東西呢 可以放到一塊手指尾的肉 你就知道牙齒有多大 還有前面大家都看到 其實是有牙齒的 已經小了 主要都是下排牙 雙排牙就沒有的 另外就是醫生給多了 5-6副牙箍我 他就叫我10天換一副 換到去下一次複診 那我到現在呢 就戴著他給我的 Mei這一副 我23號呢 會換完最後一副 那我就會戴他 戴到去3月30號 就去再複診 那所以直到現在為止呢 我可以叫做 複診了3個月 那我現在牙齒的狀況呢 其實是有變化的 特別些什麼呢 我一副牙已經沒有再那麼得出了 因為 這顆牙它出回來 大家看我的模型 就知道這隻牙本身好像 躲了一半在後面 那我複診了3個多天 我看到這顆牙呢 它終於露了那半面出來了 我是很驚訝 其實so far 我暫時看到最明顯就是這顆 對啦 那以上呢就是我 酷牙初期的一些小片段 那在最後呢 我也說一些關於 我這次酷牙多些資料性的東西 我酷這個飲息尾用了多少錢 total好像4萬多元 那診所呢 其實都給幾個方案 你選擇去怎樣付錢 那當然你可以一次過Pay 可以分兩次 可能可以分每個月 每次去複診就Pay 那我跟診所夾呢 就好像分兩次左右Pay 因為我不喜歡逐點逐點 我覺得很心痛 我在哪一間診所複牙呢 那我在這間 它有美膚和太子的分店 兩間我都去過 美膚小一點 但是暖一點 太子大一點 但是舒服一點 兩個都超近地鐵站 一分鐘內行到 那裡面的姑娘牙醫生呢 全部都是很nice 年輕 是完全救了我這個 經體牙醫的心情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去 我是怕到 醫生當我小朋友 那樣哄 想起真的好收價 所以 這間診所是令到我 覺得舒服的 還有他們有IG可以follow 還有WhatsApp 有姑娘會回答你問題的 不是真的每次都要打電話過去 因為我有這些 社交恐懼症 所以有WhatsApp是好辦事很多 說起來 我的醫生叫做 姐醫生 想哭後的最大感受 哭牙是不是真的會瘦呢 是不是真的可以減肥呢 還有是不是真的什麼都不能吃呢 可以跟大家說 不是 其實你想吃什麼呢 可以照吃的 只不過你要除了牙褲之後再吃 所以其實對我來說 影響不大 我也是照吃 吃完飯之後 要撩牙 刷一刷牙 才再戴牙褲 除了刷牙 和吃飯之外 長時間都要戴牙褲 還有有些人可能會問 戴著牙套會不會很顯眼 說話是不是真的會一塊塊塊 顯眼方面 我也覺得還可以的 我戴了牙褲之後 我也有幾個show 還有一些上鏡的工作 我也是照著戴牙褲的 除了反光問題 其實也不是很顯眼的 而且我平時教跳舞 不斷說話的時候 我也是戴著牙褲說的 一開始可能真的有點不習慣 導致可能會有少少噁 還有口會擦不大 但其實你擦大一點 說慢一點 是沒什麼問題的 上台看看有多大 以及攝影器有多高清 沒什麼事我都會照著戴的 因為我不想脫下 然後有額外保管 也很怕牙褲不見 還有實際戴上去的感受 牙褲始終是有少少厚度 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戴上去之後 是真的會有少少厚了一點 但其實是你個人感覺的問題 外面看起來都不是很覺眼 還有這些attachment 都是不太看到的 所以so far 遇到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經常戴不足時間 因為其實剛剛也有說過 除了吃飯和拆牙之外 其他時間都要戴著 但是我經常吃完飯之後 因為我不想拆牙 那我就會不戴 我會戴少了六個小時左右 因為我六個小時就會吃完 午餐、晚餐 之後我真的拆了最後 晚上那一次牙褲才會戴回 我現在是沒有戴的 因為想示範一下 給大家看看怎樣戴 過程可能有少少噁心 大家穿上去看 那也是 戴了 下排就沒那麼齊 所以就要少少時間 戴了 就是這樣 戴完牙套說話的感覺就是這樣 我會特意把口子抹大一點 但是正常社交談是不影響的 你出門可以戴給牙盒 裡面還有一條 這個 這個就是戴完之後可以 可以 咬緊它 對 那出門就戴著這個 脫完之後就可以放進去 對 以上就是我暫時 戴了三個四個月的感受 這條片都差不多到這裡了 那如果大家對於我戴牙 還有什麼問題 或者其他任何問題 你可以留言跟我說 還有在一年後 兩年後 我都真的會拍一個 咬完牙的after 給大家看 因為我也很想看我的牙齒變化 想看我到底沒有這個虎牙仔 還有牙齒 突出來 突出來的樣子 是怎樣 因為大家看到嗎 其實我臉上有兩條線 我上下排牙 都是這樣進去 所以這裡 經常有強光打下來 這裡是會有一條歐尾線 我是很不喜歡這條線 所以我很想牠快點 撞起來 那就 好看一點 整個面型 對 是說多了 喜歡的記得要like subscribe 和comment 還有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們下次再見 Bye 忘記一張牙褲給大家看 真的這樣 想看什麼片記得comment 大家有沒有想念化妝片 其實我看那個scan的時候 我覺得 沒有了虎牙仔的我 有點奇怪 有點奇怪